一波69张小房子和许愿一波108张小房子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的 是这样的 那药呢 药剂量不能过大 因为比方说你今天生个病去看医生 医生说哪我给你 配半年的药给你呢 你回到家把半年的药全吃下去啊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生病之后 台长跟他说 哎台长你告诉我一共要多少 一共要多少 这个人的毛病 我跟他说一共要一万条鱼 他把一样子全放光了 怎么还不好啊 你生病了 你不要慢慢调理的 你生病了 医生说你吃这个药吃半年了 你回家把他全吃了 你马上就死了 中毒了 药物中毒了 对不对呀 这个人的鱼吃就在这个地方 哎呦 希望马上立竿见影 马上就成功 马上就怎么样 你可能不然 你种下去的果实 你还要等 春天种下去 还要等秋天长出来呢 没有智慧 现在人没有智慧 所以很多人怎么会退转呢 他来的时候就说 哎呦 如台长这个灵啊 他灵啊 他自己又不用功 又功高我慢 又毛病不改 然后接下来呢 哎呦 念了这么多下去了 怎么还不灵啊 不信了 你怪谁啊 没智慧的人 讲什么 又不是变戏法 你变戏法的人 你知道台上变半个小时戏法 你知道在台下要准备一天啊 他要把活的格子全部先喂 喂完了 等到上台之前把它扎起来 啊 放在口袋里 啊 还要把各种各种各样的纸 啊 把它卷起来 到时候一抽才成成为一样 才成为一个扇子啊 啊 这么一弄 他把个格子放出来 那个格子上面有 绞的那种绳子都可以 一拉着活结 一拉 他一拉出来 这个鸟就飞出来了 他准备一天啊 哪有那么快就好了 一求菩萨 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已经灵得不得了了 早上秋晚上就灵 那要看你 这个人善良不善良的 你变戏法都没那么快呢 开玩笑人呢 是的是的 那师父 我